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6月12日 英格兰意大利握手言和 周日凌晨 欧国联分组赛上演重磅戏马 身处联赛2组当中 C组的英格兰主场迎战意大利 上半场 东拿路马失误险些送礼 美城 曼制射门击中红梁 兰斯戴勒线神扑 下半场 拉迁 使达宁连续措施良机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英格兰主场0比0战合意大利 其中30军团连续三轮分组赛不胜 而由于同组德国与匈牙利同样战合 意大利依然暂时在该组领跑 比赛开始 6分钟 东拿路马出球失误 可惜谈美 爱巴贤未能捉住机会完成破门 10分钟 拉签 使达宁低传门前 美城 曼制跟进射门击中横梁 随后谈美 爱巴贤头锤冲顶高出 17分钟 迪格兰 赖斯进区内临空射门 可惜稍高出门柱范围 24分钟 意大利右路横横扫门前 后点新度 东拿里无人钉防射门被蓝斯戴雷神勇扑出 40分钟 美城 曼制外围尝试一脚远射 皮球 太正被东拿路马轻松抱住 44分钟 马迪奥 比辛拿右路内切推射 蓝斯戴雷单掌将球扑出 半场战罢 两队比分依然维持在0比0 一边再战 48分钟 意大利形成反击 马迪奥 比辛拿跟进推射 无攻而反 54分钟 列斯 战士右路横传门前 拉签 史达宁号点绝佳机会 未能命中目标 57分钟 击 击亚利疏传中 拉签 史达宁转身直接射手 再次错失机会 64分钟 罗伦素 伯利坚尼挑船 祖云尼 迪罗伦素号点射门打在防守球员身上弹出底线 70分钟 维费特 盖拿图突入境区窄角度攻门打在边网上 81分钟 哈利 卡尼跟拉签 史达宁连续撞墙配合 哈利 卡尼突然加速推进射门高出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英格兰逐场与意大利0比0握手言和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赞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